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布朗市一間高棟中一棟建築物昨晚發生爆炸 造成了三名工人受傷 建築物多過樓層受損嚴重 警方還繼續調查引發煤氣爆炸的具體原因 今次爆炸發生在昨晚8時左右 位於布朗市的甘賴迪高中 之後大約有140名消防員廣闊現場救火 三名傷者在被送往醫院之後搶救 雖然受傷嚴重但也沒有生命危險 官員表示爆炸發生的時候 有一個施工隊在建築物六樓維修煤氣管道 之後警方經過調查之後了解到 這個施工隊屬於一個私人公司 他們負責為這間學校實驗室修改管道 目前樓宇局正在對發生爆炸的建築物 進行結構完整性評估 去確定下是否屬於危樓需要拆除 昨晚布朗倫發生一宗致命的事故 一名女乘客被拼出車外 不自身亡 邵氏的司機已經被警方拘捕 昨晚11點半在布朗倫Bay Ridge地區 當時一名29歲的女性 坐著一輛車的後座 當時一輛汽車由五大道 轉去Bay Ridge Parkway的時候 汽車的車門突然打開 女子被拼出車外 身受重傷 她被送到醫院之後被宣佈死亡 警方表示 邵氏的75歲司機已經被控受影響之下駕駛罪名 在過去幾個月 退伍軍人證拉響了紐約的公共衛生警報 衛生局官員現時終於找到了細菌的源頭 並且宣佈今次的疫情已經結束 經過一個月的清查 市衛生局人員終於在南部朗市 找到這次退伍軍人證細菌的源頭 這個就是位於在東149階的歌劇院酒店 Opera House 樓頂的冷卻塔 這個周圍一里範圍的多處地點 都出現感染的病例 酒店已經在8月1日停止冷卻塔的使用 並表示對這個結果非常遺憾 以後將會遵守新規定 每30日檢查冷卻塔一次 市衛生局表示這樣雖然不能夠完全倒絕 退伍軍人證但顯著的效果 南部朗市今次疫情爆發 導致一共128人染病 12人死亡 加納案後續 法官裁定 民事投訴委員會 不能獲得加納案大陪審團的會議紀錄 將會有助於事件進行更全面的調查 但法官就拒絕了這樣的要求 認為委員會沒有說明此舉的必要性 目前委員會必表示還會繼續上訴 王后區植物園和駐紐約台北京民署 共同舉辦第二季台灣藍花特展 今天在一連三日在法拉城的皇后植物園舉行 第二季台灣的藍花世界藍花特展 及台灣藝術家作品聯展 在皇后區植物園舉行開幕酒會 出席人士包括駐紐約台北京民署長 蔣文良大使、皇后區植物園長 律室帝、李氏王百寧、台美文藝協會 董事長陳龍峰等社區橋界代表 眾多人士紛紛出席 皇后區區長凱茲等社區文代親自到場祝賀 對於活動的舉辦表示支持和肯定 和在場的人士歡迎社區民眾踴躍前往參加 藍花的世界展覽將會自21日起到23日一連三日開展 藍花展及紐約表演在星期日結束 最後一日將會舉行藍花拍賣活動 但大型藝術作品將為植物園中保存到10月 公市民長期欣賞 開放時間是上週9點到下週5點 皇后區植物園的地址在法拉城面街 43-50號 紐約花年慈慧堂將會在今個月29日 舉行遙慈金舞聖誕文化節 邀請來自台灣著名廟會演藝團體演出 並將為30號在華鳳孔子大廈華鳳移民健康日再度演出一場 紐約花年慈慧堂將會在今個月29日上週10點舉行遙慈金舞聖誕文化活動 慶祝武極遙慈金舞梁梁天尊萬壽皆神 慈慈慈堂20號舉行記者會 唐主何春彥表示 彰顯武愛弘揚武德系 搖慈金舞信仰的宗旨 透過一系列的民族活動 撫慰美國華僑信眾心靈安場 據介紹當日活動將會包括慈慧堂的三太子拜廟、仙女舞蹈、舞獅、賀穗等精彩台灣廟會文化表演 台灣民族魏鎮系民間慶典活動中不可滑絕的活動象徵驅邪立福 保警安民 紐約的市民可以直接欣賞到這樣的演出精彩可期 歡迎社區的民眾到時踴躍前往觀賞 由紐約中華總商會主辦眾多社團和公司行行參加的2015華蝠移民健康教育日 作為8月30號上週11點到下午4點在華蝠包離街的孔之大廈廣場舉行 並在當日中午12點舉行開幕展賽儀式 中華總商會主席于金山表示活動現場設置多個攤位 向民眾提供有關移民健康教育的各類資訊服務 同時還有四川便面時代歌曲等民喻活動的演出 由紐約花蓮慈惠堂邀請來自台灣著名廟會演藝團體 將為30號在華蝠近郎之大廈華蝠移民健康日再度演出一場 歡迎社區的市民踴躍出席觀賞 本台的新聞報已經設立了電子郵箱 對我們的節目有任何的意見又或者有新聞線索 都歡迎來信和我們聯絡 DL地址是Sanotiri news at mrobi.net 今天的新聞已經報道完畢了 多謝各位的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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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